著名導演陳可新的父親陳同文 於今個月8日晚上在泰國離世 享年92歲 今天《泰國世界日報》 刊登傅民向陳魯先生送別 報導出街之後 吸引各界的關注 據知陳同文是一名泰國華僑 上世紀50年代 他隻身離港投身於演藝界擔任幕後工作 他在電影公司由編劇做起 之後又轉到報社擔任編輯 與著名作家金蓉曾經在同事 60年代末 陳同文加盟小事旗下擔任宣傳主任 70年代初 他就投資開製作公司 直至80年代才退休回泰國定居 期間也一直為《泰國世界日報》撰寫專欄 據傳媒報導指 陳同文於上星期四凌晨2時19分在家中離世 親友隨即致電通知陳可真吳均如夫婦 他們帶著女女馬上趕赴泰國處理身後事 家屬決定於今個月15至19日 在寺廟為陳同文切零 每晚將安排由泰國高僧重慶祈福 並將於下星期一進行出殯同火化儀式 與陳老先生一路走好 既然不見了 既然不見了 既然不見了